因為我們現在要開始通過這個窄門 我們要顯現的就是說 我們到車後的一個後視鏡頭 一個廣角輔助 那我們會先把車輛通過窄門以後 讓尾車呈現在 尾車在拱門中間的位置 那目前我們看到的左右側的窄門 我們都還留有縫隙 但是現在我們模擬一個狀態就是說 前方已經沒有路 我們必須要做一個大轉彎 大角度的那個轉角 我們切好方向燈以後 然後我們開始做一個轉彎 轉彎的過程當中 請我們注意一下我們右手邊的照後鏡 雖然我們已經通過了我們的窄門 可是呢 我們照後鏡已經看不到 我們的尾車部分已經沒有 再往前開就好了 再往前開就好了 已經沒有那個 看到 有空隙的地方 那這時候呢 礙於說我們的右手邊又有障礙物 那我們的轉角角度不夠 我們必須要再倒退以後再重新再來一次 所以說 此時的過程我倒車當中 我的主要後視鏡我看不到角度怎麼辦呢 這時候 我們先 做一個倒車的動作 然後打開我們的廣角 那我們的廣角上面 會有我們的車頭與尾車 加上我們的 那個輔助角度的一個顯示 好 此時我們做一個 倒退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很清楚 看到我們的窄門的那個位置 的一個移動方向 我們也不至於會去碰觸到窄門 這個就是我們視野廣角輔助 的一個 功能 這也是我們數位後視鏡 這一個最大的一個優勢 好 當我們 倒車 完成以後 我們要在前進時 我們的 倒車輔助廣角 它不會馬上關掉 你要 讓它呈現關閉的時候呢 必須要有前行 加速到10公里 以上它會自動關閉 謝謝 我慢慢加速 慢慢加速 慢慢加速 加速到 接近10 超過10之後 我們的後視鏡的廣角 它會自動關閉 好 現在時速已經超過10了 它的廣角的 補助 它也做一個關閉的 動作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到 內廠裡面的 八字的場地 那也是我們廠內 那個 要 看到我們 那個 前進時 所轉角的一個視野角度差 那 如何運用我們的數位照後鏡 的一個廣角的部分 來彌補掉 過去傳統式的那個照後鏡 死角 的一個部分 因為現在在 外廠的部分 我們還沒有進入到 像現在 就呈現一個 死角了 那這時候我們 雖然還沒有進場 我們可以暫時先把 廣角打開 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我們 那個 尾車 在最尾端的部分 是否說有 碰觸到其他的障礙物 好 當我們車輛執行後 它的角度 依舊 持續 因為車輛還沒有拉直 那我們已經進入到 這一個 八字型的 一個右轉彎的場地了 好 好 此時我們在 這裡做一個停車的動作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有打開廣角的 一個後視鏡角度 那上面會有一個 左右轉的一個 那個廣角符號 那當我馬上關閉時候呢 符號不見了 很自然的 我們看到 我們的尾車尾端 也不容易 辨識 好 那如果說 以單角度的 好 視野 那個 輔助鏡 好 那還是會有 那個一些危險性 所以說 我們就把廣角先打開 好 然後繼續我們下一個動作 好 現在通過我們那個藍色調填桶 然後我們已經出到外面來了 好 再來我們要進入到 另一個 好 去體驗我們左側 左轉的時候 好 那個 直角的一個 後視鏡的角度 輔助 好 這時候我們做一個小小的停車 來感受一下 我們左手邊的視野輔助 我們的照後鏡 已經沒有辦法提供我們 尾車尾端的一個 那個 那個 後視的 角度的時候呢 那我們 打開我們的那個廣角鏡頭 好 那依舊呈現跟剛才我們前面所跟右手邊的一樣 好 我們的尾車尾端很清楚的 好 呈現出來 好 讓我們可以很安全的 好 做一個轉彎的 好 一個照明 好 一個 那個視野辨識 這個就是我們已經快要出彎了 藍色小天龍又出來了 我們出彎了 好 出彎以後 我們會進入到下一關 就是碼頭 後視的部分 再來我們今天最後一個體驗 就是有關於我們 後視鏡上面有一個藍色線條 好 這個基準線到底是什麼功能呢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開始來體驗一下 好 現在我們必須要先做一個 讓車輛重新啟動的一個動作 好 當我們車輛每次 重新啟動之後 都會有一個藍色的閃爍線 就是我們尾車最尾端 的一個基準線 那這個基準線呢 我們現在請服務人員 利用三角錐 標示出我們尾端最尾側 直接 斜切面 正切面 到地面的一個基準線 那利用呢 我們這個 圓形的一個指示燈號 在我們左手邊 那個窗戶旁邊有一個 圓形的按鈕 那做一個 基準線的調整 那當我們調整好以後呢 它左右側 就是我們確認鍵 好 我們跟它確認一下 好 確認完後 我們做一個倒車的動作 當我們倒車的時候呢 我們也打開了我們的那個廣角輔助 它會 讓藍色的線呈現一個基準線 那這個基準線呢 我們在倒車的動作當中 會緩慢移動到 好 我們後面設置的一個黑箱碼頭 黑箱碼頭的最底部 一旦碰觸到我們的藍色線 我們車輪做做停止的動作 好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 藍色線 跟那個黑箱的底部 呈現 一個重疊狀態 就表示說 我們現在目前 我們車輛 尾車最底部 的位置 跟 我們後面的黑箱 是做一個近距離的 接觸 近距離的接觸 沒有碰觸到的近距離接觸 好 那這就是我們這一關 要去體驗的一個 倒車基準線 的一個設定 謝謝 那我們 車輛廣角 剛才有提到 一旦我們前行速度 超過時速10公里之後 它會自動關閉 好 現在7 8 9 10 好 關閉了 那就呈現一個前進的廣角 好 一旦車子拉直以後 廣角它就會自動恢復到 我們一般正常的 那個 後四鏡的功能 可是呢 一旦我們速度 如果說 緩慢移動當中 又有一個 角度的轉彎呈現以後 它就呈現一個前進的 廣角角度 這時候我們 如果說沒有 必要的一個死角的話 那我們可以暫時性的把它關閉 好 謝謝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